走路十分鐘 就可以到捷運石牌站 你小孩要念書 這邊是石牌拖中拖小學區 在石牌運動中心旁邊 三面採光 每一間房間都有規外窗 每一個房間都放得下雙人窗 三房兩天一位 前後兩台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演習不動產李秉龍 可以叫我小龍 這次為大家介紹的是一間 地理位置非常好 石牌運動中心附近的公寓三樓 買公寓跟買豪宅部一樣的就是 買豪宅看的是管理它的基地 建商這些建築品質 但是買公寓講實在話 就是買它的功能性 買它的location 方便性生活機能 這間公寓厲害的就是說 你走路十分鐘左右 就可以到捷運石牌站 你小孩要念書 這邊是石牌國中國小學區 也是走路十分鐘內 現在的人很講究養生 健身運動 這邊就是石牌運動中心 裡面有打籃球 有籃球場 有雨球場 游泳池 有各項運動設施 明以石為天 你要買菜 你看我們日園樓下就有這個 早市 叫菜市場 每天早上要買菜就很方便 歡迎來到房子現場 這間公寓三樓 就是在石牌運動中心旁邊 登記27.6坪 土地9.3坪 三房兩天一位 前後陽台 售價是2080萬 三面採光 每一間房間都有對外窗 每一個房間都放了一下雙人床 那這個房子是國泰建設蓋的 因為它是蝴蝶梯 它有前後梯 這樣的話它基地面積比較大 房子比較不容易傾斜 正門進出 也可以從後門進出 這邊就是客餐廳 前後陽台 前陽台呢 它動序很大 動序大概有10米 所以採光非常好 很亮 那這邊是餐廳 後面是接後陽台 那後陽台就是可以曬衣服 然後放一些雜物 這邊是廚房的位置 之前當然這個是一個完整的廚房 屋主他把儲具移到後陽台之後使用 買家可以自行再推幻 介紹完我們的客餐廳 公寓宇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房間 因為它採光非常好 你看這個房間進來非常的明亮 每一間房間 它的空間 使用大小都適中 都可以放一下雙人床 樓底板高度也夠 這邊可以當作主臥房 可以做一個比較大的衣櫃 把一個雙人床 再放一個化妝座 都很OK 最後一間我們的客房 是面天井的部分 大小呢 放一個雙人床 然後加書桌加衣櫃都沒問題 很好使用 如果是沒有用到三房的話 這一間其實也可以規劃成書房 休息的地方 請問你的房子適合誰 這間房子適合手購組 新婚夫妻 電梯想要換大一點的公寓 那公寓的特色就是使用空間大 生活技能這間非常好 你要有捷運 學校 市場 運動中心 公園 甚至再遠一點 醫療資源 種種種跟振興意願 這一間很靠近美頭 設定科技元區 這幾年的房價一直在漲 就是因為美食客的開發 未來是爭執可期 除了這個location 跟它的生活便利性 生活技能以外 這一間最強的地方 就是它的總價 在這一代 你要在兩千萬左右 買到三房 兩廳以位 前後陽台 這麼好的條件的房子 市面上非常稀少 我是原喜不動產的李秉樓 歡迎您來電 我們下次見 拜拜 鳍蘆 因此 您好 積存 感谢观看